Leo 劉士忌 田園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一場特別的賽事 這場賽事是三打三 總共六位玩家都是頂尖的選手 這場比賽是昨天的賽事 剛比完而已 欸 不是昨天啦 應該是2月14號的凌晨 應該算是今天 剛比完的一個賽事 那我們就趕快來高速上片吧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這次團戰的地圖 這張地圖跟那個四湖有點像 團戰型的四湖 那地圖方面旁邊都是有這個魚 深海魚可以吃 那除了這裡有魚可以吃之外呢 一開始TC附近也有魚可以吃 鮭魚群 很香的 現在鮭魚價格中午恢復正常了 中午有鮭魚可以吃了 我個人是很喜歡吃鮭魚的 看到這張圖也餓了起來 好 那這場比賽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因為大家的地方都算是有點像競技場那種感覺 但是又不像競技場 就是有大量木頭在外圍 木頭是有限的 那中間部分是有一些金礦 存在的 所以這個中間搶金礦是顯得比較重要一點 那外側有一些少量的石頭 那整體的眼 這張地圖看起來是 石頭偏少一點點 你要到外側去捕魚 還有挖石頭的動作才可以 那目前看起來大家選擇的文明都也比較特殊一些 那我們稍微來介紹文明的部分 好 那道特這邊選擇的是伯根蒂 伯根蒂在團戰來說算是一個蠻強勢的存在 尤其是團戰 但是他比較適合在打內加的部分 看一下他這邊是打 欸 對 他打內加 對 伯根蒂這邊是打內加 好 那內加部分 雖然因為他有高速上遊俠的一個特性 還有這個馬上清裝起兵 在這個錢中 在這個城堡初期 有一個極大的作用 地出也不錯用 那帝後時代還可以打這個 革命易波流 可以讓所有的村民變成民兵 直接用大量村民去 all in一家 或是兩家的 這個文明 所以伯根蒂來說 團戰也是首選之一的 的一個文明 好 那我們再來看他的隊友 他的隊友是 米切斯特 米切斯特紫色 紫色這邊是選擇了 印度斯坦 那印度斯坦 他在衛加的一個威懾力 我覺得沒有像一般的工兵 我這麼強 但是他打一般的這個戰術來說 還是可以的 如果不打工兵 直接打這個駱駝 或是 古拉姆 當單挑在打的話 還是可以起到一點作用的 但是如果對方連動好的話 古拉姆這個戰術 可能就會被誓獲 所以 印度斯坦外加的話 比較偏向於 溝通取向 沒辦法單打獨鬥的 有點困難 基本上團戰也不會太單打獨鬥了 所以應該以 他們這種底肩選手來說 這個溝通來說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再來接下來我們來看 紅色 紅色是 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的話在團戰來說 算是 後期無敵的一個文明 基本上有伯恩帝的 不是伯恩帝 有這個波西米亞的話 後期就沒煩惱了 重點是要如火狗到後期 就是個重點了 那波西米亞前期的話 要注意他的城堡時代的工兵 化學要傷害特別高 是其他文明的 多異攻的工兵的傷害 所以這個 波西米亞城堡時代 要特別注意他的工兵 除此之外 在團戰來說 也不太需要特別注意什麼 好 然後我們再來講一下 這個 這個青色是Viper 那Viper選擇是 孟加拉 那孟加拉在團戰 有一招很特別的打法 最近蠻夯的 就是這個 直接130人口 然後直接 開始貿易 四級 然後四級貿易出 70隻的 這個貿易車隊友 開始跑貿易 然後呢 直接200人口 然後在城堡時代 蓋上70個TC 然後一點上帝王時代 直接突破人口天際 340人口 直接突破200人口的上限 因為 孟加拉這個文明 每生一個時代 TC都會產出兩個村民 所以如果你有70個TC的話 直接幫你加140個村民 然後就可以把多餘的資源 給隊友使用 但缺點是 你的隊友雖然有永遠不絕的資源 但人口 戰鬥人口 就只有200人口而已 所以兩個我加起來就是400人口 所以到後期 孟加拉這招很有可能 會被對方的人海戰術給淹過去 但優勢是這個 支援無限的時間比較早 所以可以盡可能的 早期進攻 那只要拿到一個優勢在的話 孟加拉這個戰術就會非常好用 那在糖戰來說的話 孟加拉會比較算是 以僧侶戰來說比較優勢一點 僧侶轉向攻可能會好一點 好那我們就來看下一個 下一個是這個 內加波蘭 我昨天才在留言區說 波蘭內加也是能打 只是沒那麼強勢 沒想到就真的打波蘭了 波蘭的話 如果打內加的話 要注意他的城堡時代 這個貴族特權騎士 這個騎士超級強 那到了帝王時代的話 千萬不能打大後鞋 大後鞋可能會弱了一點 因為他的這個馬呢 沒有三防 沒有三防之外也沒有遊俠 很容易被對方的駱駝果 像這個帝駱或遊俠 吃得死死的 那如果要打贏對手的話 最好是帝出 用這個重裝騎士 大量的部隊直接碾壓對手 這才是波蘭的一個唯一勝技 千萬不能拖到大後鞋 雖然後鞋有這個 烈克提克遺產 但是 這個弱馬的部分呢 是在單挑來說比較實用的 單挑來說打大後鞋一定沒問題 但團戰來說的話 可能會危險一點點 好 那波蘭之前我們介紹很多 我們就先不再贅述 先來看下一個 那下一個是土耳其 土耳其的話 最強的團戰打法 就是直接直城 然後蓋城堡 直接前線壓堡 出土耳其火槍兵 你是不是要這樣打了 看起來是要這樣打喔 出門了喔 還沒有城堡時代就出門了 然後石頭有在挖 然後石頭有總數 唉唷唉唷 唉唷 六百一囉 哇 我才剛介紹到土耳其 馬上就要打這個戰術了 這場我也是沒看的啦 我只能說 他們這些文明的團戰喔 比較強勢的打法 真的是比較常出現 我都會一一列舉出來 那沒想到土耳其果然還是這樣打 這招是土耳其 比較有點辦事專屬打法的感覺 因為他這招實在太強了 土耳其火槍兵在城堡初期喔 很少東西能擋住喔 即使出頭車啊 弩炮啊 弓兵喔 都有點難處理掉 因為他這個基本傷害太高了 而且土耳其的火槍單位 又有這個20%的血量加成 所以真的不太好處理喔 好 那來看一下土耳其的其他能力喔 土耳其的話是 沒辦法升級垃圾兵的喔 所以他最好是 一直打這個黃金兵就可以了 因為他的斗力就不能升級 也不能升長槍兵 矛兵也不能升級戰矛兵喔 但是他的優勢喔 是這個大弱馬 可以直接馬上射擊 所以這個 土耳其最好是 直接出火槍喔 然後搭配少手的弱馬 去處理對方的僧侶喔 然後加上這個工程器喔 往前前壓喔 給的壓力是始祖的 好 那目前土耳其 果斷的出了土耳其火槍兵 那這邊 紫色 對方是非常迅速喔 已經 這邊應該是有預感到 對手會這樣打 因為畢竟他們也是 之聖老手 知道 如果你隔壁一下就是土耳其的話 通常都會挖點石頭去做個應對喔 提前去挖石頭 應對這個蓋城堡的一個途徑喔 那這邊是優先把城堡蓋在城門這邊喔 這邊很極致喔 直接蓋雙城門 讓對手不好進入 然後在門口不幸 補個城堡 那這樣子他一進來 會被城堡射 所以勢必呢 他要從其他地方去開一條新路出來喔 那目前這些地方都防守的還不錯喔 那如果土耳其要直接攻破的話 只能打下面這個石牆喔 然後這兩個石牆可能不要再打 因為打了也沒意義喔 裡面就有城堡 好 那這邊土耳其看到 欸確實沒什麼太大意義 上面有落蛋村民 要來槍決了 哇 直接射死 這個村民好像是中立的耶 這個好像不是任何玩家的村民 我看一下喔 這是不是中立的 這個顏色看起來就不是玩家的喔 這個是大地之木的顏色喔 好像是這個吧 好像是耶 這個什麼什麼公主的 欸地圖上只有那一隻嗎 還是其他人已經用刺口解決掉了 欸看起來是耶 好 還有土耳其這邊火香兵 把他請進攻 哇你看他走進去就會被射 這時候才看到裡面有城堡 這邊防守應對就很好了 那只要其實你第一時間喔 做出這個應對喔 去做一個防守的話 你就有足夠時間喔 去做土耳其火香的應對喔 那最好的應對是 趕快喔 按一些戰毛兵喔 那最好是加了經濟趕快能會比較好 因為自己 啊對手啦 出這個火香兵的話 經濟通常都不是太好的 因為他這個肉需要非常大量黃金也是 如果一進來的話 還是可以用點戰毛兵去防守的 但我覺得防守效果也不是非常好 那盡可能呢 用這個劍塔 或是投石車去防守就可以了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火香兵的血量很多 所以投石車你一發砸下去喔 他也不一定會死喔 這個就是土耳其火香兵最難產的地方 那如果對方一失誤的話 兩台投石車直接打下去喔 還是有機會喔 但同時喔 對手也可以用火香喔 直接集火 把你的投石車給換掉 所以非常非常難產 好那隊友這邊 柏根蒂 道特拉了幾隻 馬上行動起兵過來 隊友把這個牆給滴掉 這邊古拉姆果然做個包夾 哇 結果 哇 這邊 反應很迅速 直接把土耳其火香兵拉回家裡 進去城堡裡面防守 好 那看起來 果然是打古拉姆路線 因為塔塔這邊 打工兵 確實對他不利喔 用我們正常的思維來說 外來家就是要打工兵喔 但其實 印度斯坦打古拉姆是OK的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其他人在幹嘛 那目前波蘭是超級濃的 哇 讓波蘭這樣濃 可能會出事喔 波蘭直接3TC 然後大裝園第4個也蓋下去了 OK 好 3TC 補好 這邊 這邊 中間也3TC 其實大家都3TC看喔 但是 VIPER這邊勸表3TC 這邊 VIPER後面補魚補的蠻爽的 而且還把後面圍死了 後面的魚群都歸他所管了 其實大家都把這個火都吃的差不多 我們在看中間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是有在捕魚的 那Mitchest由於家裡喔 被這個 土耳其喔 騷擾一波的關係喔 所以捕魚的進度並沒有那麼快速喔 雖然魚泳也是開始在灑了 紅色塔操這邊已經3個碼頭 蓋滿了魚槓 那中間部分開始應該有兵力了喔 正面一波招翔大軍直接開招 VIPER孟加拉果然團戰是打生旅戰 生旅戰來招翔直接招了大量的 馬上輕裝兵 但是後方的土耳其環環兵過來做個支援 射掉了一些生旅 那順來一提有人會說 為什麼孟加拉適合團戰打這個生旅戰喔 因為他的這個防禦極高啊 這個生旅是 全遊戲裡面喔 生旅防禦最高的喔 那以前這個能力我記得是這個 那個施拉夫的金冠法 讓生旅加3防 好像4吧 然後現在已經直接天生給孟加拉這個閃法 進遠防3防 特別好用喔 這個拿來擋對方攻兵啊 或是擊兵喔 或是這個 戰毛的時候 這個生旅的防禦又顯得特別有用 那擋這個 對方的弱馬 進攻的時候 對方好像多砍一刀 才能砍死一隻喔 所以這個防禦不能說沒有 好 那孟加拉最強地方是他的大象 他的大象有這個攻速喔 如果點下派之後攻速有加成 那觸之外他有抗招降能力喔 哇靠這個大象直接往前走 你看這個抗箭死能力多好啊 生旅走到這麼近才被射死兩隻而已 好那這邊如果生旅到了城堡下方 就可以直接幫大象補血了 大象也不容易被敲死 那下方還有兩隻騎兵 做一個防守的步驟 喔但是裡面藏了非常多長槍兵 那波西米亞長槍兵 對騎兵單位有額外傷害加25% 所以戳掉馬跟大象應該是輕而欲絕的事情 哇直接屌脫 後面但是生旅有在補血 但補血速度並不夠快 這邊想到招降也是馬上廢 戳到城堡裡 哇第二波進攻直接戳掉 哇這邊viper的進攻直接被化解 火西米亞塔套 對抗自己家的隊友的反應 還是有一套的 這邊想要一個B陣 但是越B越慘 因為生旅的跑速很慢的 很容易躲不掉這些箭矢 好那這邊viper的進攻 宣告失敗 大量的生旅還直接倒地 後面要補下更多的工程七隻刀鎖 要來出大象 工程戰象來進攻了嗎 好那中間這邊 鏟提示被拆掉 那還是有守住了 那拖了起火槍兵這一波的攻勢 也被化解了 因為這邊viper已經上到地龍時代 把對手的城堡直接給拆掉了 那也可以出去門面了 那比較值得注意看是 目前波蘭完全沒有做任何的事情 這位面那一家 DOT已經出了這些 馬上輕裝兵來防守了 但是波蘭是一件事情都沒做 就是專心的龍 讓波蘭專心的龍是最可怕的事情 他很容易這個地出一波 就把人家打死了 那這個可以值得看一下 那這邊黃色點下了遊俠 DOT這邊用這個伯根蒂 遊俠的這個便宜升級 只要半價就可以升級遊俠的科技 那這邊viper轉向攻擊了塔套 攻擊塔套 攻擊這個誰 黃色的是DOT 那自己呢 波蘭已經轉出了 重裝騎士 貴族特權 那這邊波蘭的一隻騎士 只要30黃金 那我們仔細注意看 這個波蘭的騎士 攻擊力是12加4 欸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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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加4 如果再點上3攻的話 12加10 遠防只有 就是防禦只有2而已 血量140滴血 血量140滴血 好 更多大象波蘭過來 那遊俠還有一段時間 目前DOT壓力頂住3加的壓力 現在3加全部兵力集結在這裡 但是後面古拉姆 印度斯坦 稍微派了一些古拉姆來防守 但是後面有大量騎士 輕鬆的收掉這些古拉姆 那目前DOT感覺有點慘 那印度斯坦這邊經濟也沒有很好 但突而起火槍兵的威射力還是很強 射了這些遊俠威力應該也是夠了 好 這邊大象直接頂破了 DOT的城堡 城堡直接垮爆 好 那最後希望就是波西米亞 但波西米亞承襲時間還要一段時間 這邊如果直接被蓋堡 可能會沒呼吸 但是後面波西米亞就擊兵過來了 波西米亞擊兵戳這些波蘭的重裝騎士 效果非常好 直接戳一戳 直接大量損失 但是後方還有突而起火槍兵做輸出 疾兵也是硬身倒地 這邊想要戳掉這些戰象有機會嗎 欸 戳掉一隻 還可以 DOT這邊拉了非常多的僧侶 到了前線要來幫忙補血 這就是 孟加拉最可怕的地方 好 那這邊遊俠升級好 攻擊力100 攻擊力14加1 那血量160滴血 那因為沒有平手的關係喔 所以目前只差20滴血的血量而已 三攻點下 目前波蘭的三攻重裝騎士淹了上來 造價非常便宜 波蘭最強大的就是經濟壓制 那這一把波蘭的威懾力又再次展現出來 不捕魚 經濟還比捕魚的還好 這就是波蘭最扯的地方喔 好 那這邊有大量騎士 你看這騎士數量73隻 DOT這邊直接被淹過去 遊俠已經也出不了 場上只有兩隻遊俠 一出來還被槍決 太慘了 波蘭最強大的地方來了 噁心的波蘭騎士 數量超誇張 所以我就說 波蘭你說他後期不強 這件事情是 有點質疑的 雖然打到非常 中盤沒有黃金的時候 當然是比較弱一點 或是可以跑貿易的時候 大家都在跑貿易的話 確實會弱一點 但是這種地出的時候 還有城出的時候 是非常難產的 因為經濟實在是太好了 數量這麼多 你真的是 想擋都擋不住喔 然後你對方 印度斯坦的駱駝 看到波蘭的重裝騎士 都要進退3分 畢竟這個印度斯坦 層出被挖石頭 被迫傷到的經濟 經濟其實沒那麼好 後面要想要開農 也沒有農到哪裡去 因為時間給的不夠多 這邊波蘭進攻速度非常快速 時間才30分出頭 就這麼多的騎士數量了 就知道這個 這個開明點喔 出騎士是非常誇張喔 波蘭 所以我一直說 波蘭是能做壞的文明 他真的沒什麼太多缺點 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他團戰喔 團戰的這個 只有大後期喔 非常非常後期的時候 波蘭的騎士 才會沒什麼太大作用 那 但其實大部分時候 他的騎士給的壓力還是很大的 而且像這種終局時間喔 大家都剛剛上帝王時代喔 還有這個城堡時代的中期喔 波蘭只要能點出貴族特權喔 畫面完全就不一樣了 波蘭這邊直接分兩邊進攻 但是左邊由於有太多大量的 一個波西米亞的級兵喔 還有少量的遊俠 在這邊做防守 所以波蘭的進攻方式是 放在右邊喔 先把這個印度斯坦給端掉 畢竟這個印度斯坦只要沒經濟 落頭出不了 就能搞定了 而且後方還有viper的一個僧侶 在後面補血跟招強動作 其實沒那麼害怕對方的帝王落頭 雖然帝王落頭已經出來了 但是還是被招一招了 還是被解決掉了 波蘭最強的地方還是這個數量取勝 雖然沒辦法打完對方的冰種喔 冰種上可能會劣勢一點 但是打對方的落頭 只要數量夠多還是可以的 只要數量夠多還是可以的 好 那左邊 其實 美人士這邊也沒有一直冒然照鏡喔 他也知道他現在的工作 就是堵在左邊這裡喔 去讓對方的冰不要出來就好 但是這裡沒有碰好 破 哇 破擊炮 這個榴彈炮直接打倒了非常多的 火槍兵阿 我看到這個火槍兵直接一砸就一攤 這就是榴彈炮最可怕的地方 攻擊範圍太廣了 跟一般火炮來說你只能砸一到兩隻喔 就是那個小小範圍的一到兩隻而已 那榴彈炮的攻擊範圍實在是太廣了 而且攻擊力還多死 所以很容易就砸爆這些火槍兵了 那目前這邊 他千萬是不能再往前 這邊可以用自己的火炮優勢去換 土耳其有這個火炮的數喔 點下之後火炮的射程可以多加2 那目前已經點下了 所以這邊射程是優於榴彈炮的 榴彈炮就只有12加1而已 但是火炮是12加2 所以射程阿 要如何利用這個射程去秀對方榴彈炮 就是重點 那這邊還秀得不錯 基本上也秀光對方的榴彈炮 那目前印度斯坦加利也已經被破爛給端掉了 還有viper這邊進攻 端的速度非常快速喔 直接把裡面的TC農田全部拆光光了 左邊部分 道特遊俠開始慢慢轉了出來 後面經濟開始補了起來 哇這邊直接5TC把村民拉了回來 正大江大以為已經 道特沒有呼吸的時候 殊不知他又把經濟農了回來 遊俠數量回到了快要20隻 那viper這邊又出了更多的生侶 來做個招牆動作 塔套怎麼把viper家裡都根阿 我現在才看到 我想說viper怎麼感覺好像有點窮阿 喔村民數有點偏少 41 喔村民真的不多 喔33而已 我想說人口41什麼意思 喔沒想到 塔套這邊 恩 在防守之餘 還把viper給滅啦 哪時候滅掉我都沒注意到 我們太專注在講波蘭這個誇張的能力了 好那這邊大量的一個 駱駝直接來包後方的 viper的 專侶 後方還有大量的遊俠過來 好那到了 開始偏後期的時候 波蘭的重蹤騎士效果就開始變得沒有那麼好了 好這邊有大量的 遊俠跟帝王駱駝過來的話 波蘭的騎士是不堪一擊的 這個就是我說的大後期的時刻了 只要到了40分鐘之後 這個波蘭的騎士的影響力就越來越差喔 那通常這個時候波蘭可以選擇 重裝騎士可以不要打這麼多 然後多轉出一點戰錘兵喔 去打也可以喔 戰錘兵加強奴 或是加一些重裝騎士喔 這個搭配也是蠻狠的 而且有加一些戰錘兵的話 對方遊俠也打得贏 加上自己的大量的重裝騎士 還是可以的 而且這個組合最好是連對方擊兵也能打贏 所以波蘭你說他要打大後期 騎士也是能打的 就是不要單純打馬就好了 因為其實大部分團戰玩家 都認為大後期內加就是要打馬 只有這個選項 但如果波蘭內加的情況下 騎士可以打重裝騎士加戰錘的組合 是會更好一點的 這邊有少量先騎兵做一個攻擊 後方這邊戰錘兵直接無雙 把波蘭西米亞的擊兵往後打倒 但這邊榴彈炮可以秀一下喔 這邊回頭發到一炮 有沒有踢地板 沒踢 沒有踢 還是打到一些傷害 這邊城堡直接要被收掉了 波蘭奇果然有射程優勢 把波蘭西米亞打到屁股尿流 12加1 哇 這個一個射程 差距就這麼大了 好這邊有殺讓遊俠 直接攻擊 土耳其的家裡 但這邊 遊俠眼睛殺到波蘭的家 波蘭這邊還是可以去爆更多的 重裝騎士怪防守 但是還是需要數量多一點喔 數量不夠多的話 可能還是擋不太入 好那正面這邊 開始做個反打 後面想要包夾後面的單位 這邊遊俠傷害給的很足 很多的火槍並直接倒地 但是最關鍵的火炮一台都沒有少 那就還好啦 好那波蘭西米亞的TC也被拆掉 後方最後一個城堡 守在家裡的TC 喔附近喔 這裡還有一個 好那下方這邊還有一波小型會戰 波蘭的一個重裝騎士 直接吃掉了一些帝王駱駝 好這又是數量牙齒了 三里繼續再做個招想 好右方 大量的一個波蘭騎士 直接殺了回來 把家裡的遊俠的內幻全部解決掉了 開始去家裡 隊友家裡做個巡邏 看有沒有殘存的一個遊俠在 騷擾 好那目前看起來每個地方都打得還不錯 我覺得應該是沒機會狗下來了 只要再撐一段時間 MIPER他們還可以再起貿易喔 但是如果對手 DOT他們這邊要起貿易 可能會有點困難 因為這邊已經被騷擾得太裡面了 所以因為打後面 如果沒黃金的話 基本上就沒救了 那現在關鍵喔 就是要把波蘭西米亞打倒 波蘭西米亞現在是DOT他們的最後希望 這個後期非常強的一個文明喔 喔這被砲掘到了 好這邊應招 這邊僧侶開招 但是直接被打倒 後面有火槍兵跟擊兵 這邊火槍直接往前 射了一堆步兵 波蘭也是想要輸出 這邊躲得還不錯 這邊散陣散很好 其實沒有損失太多 好榴彈砲繼續做一個輸出 兩兵都是在怕對方的一個 炮彈喔 嗚 看這個一個失誤就直接倒了 快要將近十隻的火槍兵 這個到了大後期喔 這些控兵其實是最痛苦的 我每次覺得打到這種大後期 要控這些火炮跟火槍兵 是一件很難的一件事情 有時候你回去看一下家裡 農一下或是撒個田或是 錢自己下什麼城堡之類的 你一回頭看就家裡的 你野外的火槍兵跟火槍兵 全部都不見了 很有可能就容易被對方 以下就端光了 自己的兵力 好 那這邊還是有在騷擾 大量的火槍跟重裝騎士 直接在下方 這邊看來還是要先把 道特跟 印出斯坦這邊直接拿下 這邊大量的波蘭 重裝騎士直接印上 火蘭數量取勝 波蘭那家還是能打 直接打出了GG 哇 這邊道特他們也是撐了很久 都已經撒到這裡來了 這個就是波蘭團戰內加的威力 雖然我是覺得波蘭玩外加比較好 內加的話有點太吃這一波了 這也是因為 對VIPER他們的戰術取勝得很好 所以說 他的波蘭才有這麼好的發展空間 因為正常來說 波蘭的內加發展的話 要發展到這麼好也是不容易 你應該是要左右兩家 有這個先行壓制 給對手壓力 讓對手壓力大一點 沒辦法那麼好好的農 他才有可能 比對手早一點農出關 然後 精英波用地出 重裝騎士黏壓過去 那波蘭這個戰術這個是一個重點 如果沒有這些條件的話 波蘭這個進攻是可能沒辦法成立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沒意外的話 波蘭應該是食物第一了 經濟部分 食物波蘭四萬四 直接快要擰壓 兩萬食物啊 哇 快要一倍啊 這個就是波蘭世界最快的食物採取速度的文明 四萬四 其他文明都在一萬兩萬而已 直接快要高於一倍啊 波蘭真的是 真的是沒什麼缺點啊 缺點真的是 可以忽略掉的那種 如果你說波蘭的缺點 其他缺點是缺點的話 那在其他文明來說 根本就是大缺點了 所以我覺得波蘭對我來說 還是心目中的 完全零缺點的文明 而且他還有大蟲車 我覺得波蘭這麼強 這麼強勢的文明 居然還有大蟲車 實際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我覺得應該要樂服他 變成那沒有大蟲車這件事情 不然他這個後襲大蟲車 加上這個錘子 變回進去 然後又可以用重裝騎士 後面有強奴 哇 真的是萬劫 超強 而且還有火炮 波蘭還有火炮 怎麼打都可以啊 那目前看起來 這場比賽我覺得 最大問題應該是 道德這邊了吧 道德這邊的問題是 他有點 太想要早期去出兵了 去幫忙隊友 但我覺得他專心農的話會更好 因為其實B-Chester 他也不是守不住啊 他其實守得很好耶 第一時間用土耳其火槍兵 也沒有鬧到 但是這邊 道德卻好像有點 覺得擔心對手 會直接被火槍兵收掉 所以這邊有出一些 輕裝騎兵 想要來包抄火槍兵 出那一些些兵 就會造成他在農的方面 可能會稍微略輸對手一點 那很明顯 波蘭這邊是第一時間 上到地龍時代 那道德這邊是 有稍微慢了一點 那當然也是因為波蘭經濟版就好一點 但其實 伯根蒂本身經濟也是不差的 那總體而言 我覺得 道德如果可以再更專心農一點的話 稍微賣一下隊友 可能局勢就不太一樣了 那再來就是波西米亞 還有個問題 就是他成型時間太沒有 那他能成型的時候 道德也快要被滅國了 這也是 隊友的一個問題 所以完全也不是說道德問題 這應該算是搭配上的問題 文明上的問題 搭配文明上的問題 他有這個判斷的問題 所以才導致這邊 潰敗這麼快 不然其實波西米亞這一波守得很棒 這個大象跟生女的Viper進攻 他這邊用擊兵就直接守下來了 還不是擊兵 長槍兵就守下來了 那我覺得道德這邊是比較蠻關鍵的 他沒有太多資源可以防守 那其他家 也沒有太多經濟可以第一時間來支援 這應該算是 Viper他們也有想到的一點 原波西米亞出關完 那波蘭的話也適合打地出的一個文明 這個種種因素加起來 所以才造就這場的勝利 這我覺得這是這場 特別可以講的一個重點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來幫我按下訂閱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也不 也記得幫我按個喜歡囉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各位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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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